嗨 丸子的居酒屋又上线了 今天呢我们做了一个 Tolimotsini 它是一道既下酒 其实也下饭的这么一道小菜 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山梨县的贾府 就是这位五田信玄的家乡 当地呢名小吃呢 就是这个Tolimotsini和这个乌冬面 嗯 这个乌冬面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然后Tolimotsini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但是不知道配方 我就跑到人家旅游的官网上去扒了一把 好像还蛮正宗的 我们来试一试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主鸡杂 包括比如说这种 嗯 没有成熟的鸡蛋 如果烤串的话呢叫做提灯 然后呢还有这种鸡心鸡杆 还有就是鸡针 把它这些不要的什么连接的位置 白色的还有一些血管什么的 把它都清理掉 然后鸡杆比较大呢可以稍微改一改刀 鸡心呢我是建议对半切 如果里面有一些血块之类的东西 把它直接取掉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些就是外围包着的这些白色的东西 可以把它清理掉 然后鸡针呢我觉得我在吃这个菜的时候 它上面这个白色的膜呢都切掉了 包括底下的那个白色的膜呢 它也切掉了 因为这样可能会一个是更好熟 二一个我觉得味道可能更容易煮进去吧 就这样把它都处理好就行了 嗯 然后呢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这个小的青椒 如果你没有这种的话呢有杭椒呀或者是直接用青椒也是可以的 日文里呢这个叫做西西兜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鸡杂呢充分的清洗干净 我们用一些淡盐水 这样呢可以有利于帮助它去除它本身内脏的这个味道 然后多头洗几遍呢尽量就是看不到血水的这个感觉了就可以了 当然食材一定要选新鲜的哈 洗好之后我们就来煮了 先准备调味就是浓口酱油和糖等量就可以了 可以准备一些清酒 还有一个带盖的锅子 首先我们把糖和这个酱油倒下来 如果你怕它就是太浓稠容易就是煮糊的话呢可以加一点清酒 不加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开大火让它沸腾起来 锅边已经冒泡了 就把这个鸡杂呢倒下来 稍微的翻拌一下 把它摆均匀 然后我们就加上盖子保持沸腾 直到这个泡泡呢好像要从这个锅里沸腾出来了 不要让它真的扑出来哈 你就打开 稍微把它翻拌一下 然后再次盖上盖子 还是等它沸起来之后呢 把盖子去掉 我们就这样保持一个沸腾状态呢 大火收汁 如果汁太多的话呢 你就把它倒出去一些 要不然的话会煮得太老 差不多的时候把这个小青椒倒进来 稍微翻拌几下 它就可以断生了 不需要炒得非常的熟 这样呢一个漂亮的煮鸡杂就做好了 注意这道菜呢一定是煮好了 就马上吃 时间一久呢 它会变颜色就不好看了 而且口味上也没有这么好了 好了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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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